喂 老婆 干吗呢 下班了吗 马上 赶紧回家 我要跟你商量件事 还商量什么呀 来 余志远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就是个爱美的女人吗 我没说错吧 不是这个事 我信你半个小时内到家 否则后果自负 我没做错什么事情 妈呀 女人呢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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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 你干吗呀 过来过来过来 余志远 干吗 想你了 给你看样东西 什么 看看看看看看 余志远 你疯了 老婆我是不是太体贴 太温柔了 不要太开心啊 我说过嘛 只要买得起的东西 根本不需要请示 知道吗 好了 我准备好了 随便清两口吧 老公 不是这个事 不是这个事 那是什么事 老公 是不是无论做什么事情 你都会支持我 都会站在我这边 你 你说老婆 就算天塌下来 我都帮你顶着 你说吧 什么事 老婆 我想把萱萱接回来 今天才礼拜一 没关系没关系 我明天再把它送回去 老公 我是说认真的 是彻彻底底的 把萱萱接回来 我不想再过周末父母的日子了 我每天都要跟她在一起 说话呀你 老婆 我也很想把萱萱接回来 但是问题是 把她接回来之后谁带呀 我们都要工作 谁有时间呢 时间就像海绵 集集总是会有的呀 我知道萱萱上课的时间 是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 那我呢是朝九晚五 你呢时间自由又不用做班 我们时间要是安排得当的话 完全可以自己带呀 可是老婆我现在有新状况 你有什么新状况 今天老大跟我说 说集团领导 决定要升我当主编 真的呀 老公你太棒了 恭喜你 看看我 是不是忘敷脸呢 对对对 我老不是忘敷脸 这可知道 所以现在啊 我更需要积极地表现 我上主编之后呢 肯定比以前更忙的 你说 领导那么看得起我 如果这个时候我跟他说 领导不好意思 我可能需要 多花点时间 在家里带孩子 这样不好吧 那这样 前期呢 我就多担待着点 等你过了这个考察期 把宝座坐稳了 我们在一起努力 好不好 不是 老公 别拒绝我 求你了 你就让萱萱回来吧 反正迟早都是要回来的 我求求你了 就把萱萱接回来吧 老公我求你了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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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求你了好不好 好 你说你现在弄了这么一张玩意 你说叫我怎么办啊你 你动脑子没有啊你 什么事不想 你说你脑子干什么用的 我说你 老段找我 你过来 嗯 你看看 好虚啊 这是谁啊 那 他的杰作呀 那不是个摄影记者 没那个金刚钻 他非要揽这个慈禧活 你非去干什么你 你去了就去了呗 你说你多拍几张呢 实在对不起 朱老师 那天人实在太多了 我 我光顾着站座了 我就把自动党那个事给忘了 对对不起 那说对不起有用吗 我这期人物专访等着用呢 怎么办呢 你说怎么办呢 就用这照片 用这张照片 你有没有搞错啊 这照片现在放在美国中央情报局 恐怕人家都认不出这是谁 那就更好了 既然拍虚了 我们就将计就计玩虚的 我们来做个悬念 标题就是 猜猜 猜猜 猜猜谁是大来宾 什么意思 老大你瞎 世人都有好奇心吗 当你看到一张照片模模糊糊 你可能更有兴趣想读一下 下面那些文字 那这么一来 出来的效果 可能比一张清楚的照片 来得更要好 是吧 亏你小子想得出啊 亏你小子想得出啊 太好了 这下有救了 看到了吧 这就是差距不服不行 要不是致远出这个招来救了你 我看你这回是死定了你 行了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按致远的方案去写稿子呀 谢谢于老师 没事没事 真是气死我了你说你 好 你坐 正好找你有件事 走 我得到的消息 葛明 葛老先生 马上就要到上海来了 葛明前一阵子有一幅画 在苏富比拍卖了三千多万 就是他呀 什么时候 下星期 我准备把对他的人物专访啊 交给你来做 老大 要不让小刘去吧 他读美术的 他是内行 你开什么玩笑 小刘是刚来一个月 还有什么精力啊 这么重量级的人物 我能交给他吗 你什么意思啊 你不想做啊 我不是不想做 我想避嫌 避嫌 你避什么嫌啊 现在社里面有很多人在议论 说我之所以 会被推荐为主编的候选人 那是因为我爸生前是带你入行的老师 所以呢 你有什么好的材质都交给我 我知道葛明这个专访 有很多人都盯着 大乐 小谢 张伟 那如果你又让我去了 那不是有机会 让别人说三道四吗 不好吧 我当什么事呢 你什么时候开始 顾虑起这些东西了 这个不像你的性格啊 我其实我早就知道葛明要来 我之前跟主编说过这个事 他跟我聊得也挺开心的呀 大乐 你知道我为了采访葛明 我做了多少功课吗我 是啊 主编太偏心了 于志远坐他的位置都十拿九稳 主编还竟把好货留给他 为什么呀 就是针对你 主编啊 怕你张老师抢了于志远的风头 挡了于志远的路 你今天能取得的这些成绩 那是靠你自己干出来的 想那么多干啥 大乐 小刘这些人 我会不知道他们的 那想的就是加班费 巴不得是钱多活少干得快 我能把这样重要的人物交给他们吗 你刚才说的张伟 他有热情我不否认 他的热情无非就是在我面前表现 为了升职加薪 对着咱们这个本职工作 我心里看得很清楚 你是以此为乐 这帮小子就是以此为生 这可是本质的不同 你明白了 明白了